农夫坛时尚 农夫坛时尚 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为难 但是回过头来说 我觉得时尚 就我自己的观点来说 好像在天地之间 那一个人为的一个作为 能够产生化浓点精神效果 发在这里真好真漂亮 就是像天造地色 就像原来在这里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棒的 时尚的感觉 因为它随着季节 年代或者随着每一个人的年龄 其实时尚看起来就是 一时人类选择的一个 大家喜欢的一个style 农夫感觉起来 好像本来距离这个时尚 原先的 因为大大部分都是 食用主义的工具 可是事实上 认真说的话 如果有属于台湾的时尚的话 或者说台湾能够为时尚 增添色彩的话 我觉得那个原果是在我们身上 渔米全部都没有办法 因为渔米没有办法在大海上面 产生任何长久 很久性的工具 因为它是成风破浪 然后是大海当中不错食物 你想台湾如果今天会是吃水稻 不是吃稻米的话 台湾人的生命的原工具 也就是会改变 可能就会 我们就会歌颂房间金黄麦典 而且不是讲什么那种 好像一瓶什么那种绿色的绸缎 然后什么在那种 因为你看到那 插烟的季节 从1月2月3月 特别是开车从高速工作 都能经过 或者坐高速 我觉得那感受都很深 就会发现 农夫开始插烟下去是 是非常嫩的那种前景的绿色 然后开始就有一点点脆绿 然后接下来就是深绿 最后是墨绿的时候 然后这车子一旦带动了 它就会看到 天光的那个道理 然后就看到 好像一瓶那种绸缎 绿色的绸缎 在阳光下 闪闪发光 然后一直往前走 这边深深深深 这里光泽亮 然后这边就相会比较暗 那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 属于台湾人 色调 色彩 色感 或者是说 慈善 就看到那个东西 会感觉舒服 所有人 为创造出来的东西 某种程度 都会成为是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很重要的部分 说为什么要选这个颜色 为什么最后我们选的 红色是吉利 我后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有一个朋友 在山长年住民 杜罗里 他是女婿 所以他原来说他女婿 他在宜兰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他让传统原住民的织布 特别是太亚组 重新复原 开始种青麻 然后开始自己偷吃 然后开始做 就是做米线 然后开始要做一些东西 重新变成在地的民族的手工织品去伴射 可是他很快就发现 这些 从小都在村子 部落里长大的 狗中的小女生 甚至高中的女生 他织出来的东西 居然是大童 松起 然后开始有这种种 放冰 它脑海当中 其实完全都已经变成是 外部强势和人化的东西 那完全不能符合 文童文童的需求 因为他就是要在地的东西 但是他发现这个民族的身体 属于这个民族的社长 文化跟时尚 已经没有 他没有 不能够从土地长东西出来 不能从经验跟灵魂 那边长东西出来 他后来 很快做的也不一定 好 你们都不要做了 这个东西 不是我要的 也不能用 也不是你们的 好了 你们今天出去玩 要再开上他的幸福车 在这一方 年轻人 我们就开始到 他们过周边 开始到美西 然后开始去看那个 肩膀刮开 然后看一个各种山蓝 圆影那种变化 然后让他看一些深绿 浅绿 墨绿 变蓝 深蓝 然后那种白色 然后米花 重新看完那一个 他主持人可能看了千百年的那种风景之后 再回来说 那你今天看到的是 那如果要把他做一个 绣一个 你可以送给朋友 或者做纪念的一个 你结婚就想穿一个 就是一个 到一间后的新品 一次是他 他这样一次一次 到最后东西就 重新再长出一个 属于太阳树 整个一种颜色跟土一样 可能跟原来不是非常像 但是它还是会有原感的一些色彩 原来一些土地的影子 它就是从土地上又重新可以结合 我觉得原风景应该是属于这个土地 这个社会 这一个人群的 时尚的一个 所以农夫 以我的历程来说 一个工具也好 然后他等一个所谓的绣造也好 然后套骨骨骨骨也好 和骨骨也好 其实它都还有很多 全新的翻转跟变化的可能性 整整来自土地里面的原风景 那只要你够给我们原风 其实是可以可以实际 我覺得真的新鮮是不一樣的